警察局 警察局里边的小户 这个警察局我经常来 这个好像这个正谷机关全都在一个地 来这干嘛呢 他那个营业执照已经都拿下来了 营业执照拿下来之后 他又给各种换个人 之前那个人不太好 开的工资又高什么的 给他 哎呀这大树 给他换个便宜点 就把窝给拉过来了 本来今天要给我儿子去打疫苗的 他说哎呀那边有个大佛 让我去办一办这个警察局 然后这个都是政府机关 办这里边好像还有个学校 然后之前在这办各种手续 好像也都是在这 改身份证办那个营业执照 在里边是办营业执照的 那个小铺 这肯定都是他们的关系户吧 然后在这卖那个各种吃的喝的 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泰国警察局的家属楼啊 我每次从这看外边都是那什么的 然后挂着衣服 泼泼烂烂的 那边还有711 每天放学的时候 哎呀这几个大树真是太大了 每天放学的时候全都是 搞对象的 像小孩 在这儿 在这儿简单吃一下吧 好 你听见了吗 他说我说的泰语特别棒 我就会这两句 这个主播面面配的这个12块钱 那个5块钱 这个是啥 这个 这个 这个小水果 还得蘸着糖吃 哇 吃的好饱啊 你说这个 每天给你们拍视频 拍的也都不是什么高大上的 全是这个 马路边小脏摊 这个好像是他泰国的工商局吧 好像这个是泰语 看不太短 看他早上过来在这儿 换那个 那里边有营业执照里边 有一个叫什么证件 那个人 那个是个啥 这一大牌一看就是学校 就是操场 你看泰国的公立学校 哎呀 在这儿上课呢 你看我儿子将来 他肯定是去私立学校的 他也没准 我给他找一个 这个全校最好 只有他一个那个什么 但是他好像有机会选呢 要选他自己的事情 我就不掺和了 泰国这大树 有的真是太大了 哎呀 那下边有的 还供着点东西 泰国的小民房 我那天还拍了一个小民房 他大姨 那一个同学 他大姨的小学同学 他家要卖房 让我过去拍 我说我也跟他 他那个房也太破了 我说我拍完了 我都没发 太破了 就是地还挺大 门口全是修车的 我感觉我都已经 逐渐都融入到这个 国际化大都市小县城 刚才那个老太太 她就是我说要两个方便面 放到一个碗里 她说啊 你说话好可爱呀 她还问我 你翻这个样 那就是你有没有 那个女朋友 那我肯定说有啊 那还是说应该说没有 好了吗 好了 好了 车在那边呢 嗯 跟老太太说我特别可爱 谁 就是鬼屌老太太 哦 那是我们的lady 对 新员工 新员工 我擦 我好想去 我可以去看看她的车吗 她在哪呢 在哪 这个 我这有两个lady 长得一模一样 快点快点快点 他开的BM是什么呀 泰国的宝马特别贵 泰国的宝马 三系都已经卖到国内 五系的价了 五系已经都卖到七系的价了 哇 这两个lady好像长得都一样 哪个好一点 我感觉这个好一点 这 那这个刺一点呢 是我们的员工 你 我先看看她开什么车吧 哦 完了 对不起观众 老马 差几 差几 你呀 这你妈逗 我擦她 你妈开了一个本田 你不说开 开BM吗 她的照片 她的照片是BM 哦 哦 好吧 她的照片是BM 嗯 妈跟人借的车吧 我操 她要开BM了 她还能当我们员工吗 哦 她说她 她是外 哦 修车去了 那她肯定买的二手 那也没准 她真有钱 我们就放在那儿 你吃饭了吗 没有 嗯 我刚才吃的特别饱 真的吗 就花很少的钱 吃的特别饱 我还听她说 你可爱的 她说 她说 哦 她说 我跟她说 我说 耸 嗯 PC 耸 妈妈 PC 然后她说 哦 那啦 然后她还问我 米番乐样 我你妈说那 你妈太语 好像只有你能听懂 真的 她说 这样是真的 对呀 嗯 两个妹妹 嗯 对前面是泰国的景局 这宫海这个 为啥来这儿来的很久了 来了好多次了 因为 当时也是我们业主 我们业主在掉头的时候 所以说我跟你讲 在泰国 你要如果有个车的话 你第一步一定要有驾照 有驾照 不能久驾 然后她在掉头的时候 那天晚上 头顶上就是摄像头 然后 走着走 我给他们讲一个小故事 然后 头顶上就是摄像头 然后那个 她车已经 基本上都停在这了 她想要掉头嘛 基本上都停在那了 然后 大半夜一点 还有两点 有一个模特 边击撞上她了 撞上她了 那怎么办呢 还好 这个时候有我 所以我经常在 有时候半夜 一两点 两三点 收到电话 说小范呀 过来救我吧 然后我就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过去帮我忙 后来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上来找 找范姨 警察这么说的 警察说 你知道他上来 他都有点套你的话 警察上来 他不问你 他不给你测 那个酒精度数 测什么的 他就直接 让翻译给他打电话 问了他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喝了多少 人家都没喝酒 人家都二十年不喝酒 那怎么可能 人家喝了多少 就不是上来套人家话 结果上边就是摄像头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去查摄像头 结果那天 就想快点了事 快点了事 结果就想着给他私了 私了就完事了 结果私了没了成 没了成之后 就先给人救治 然后那个女孩 他锁骨 还有腿都撞舌了 男的受点擦伤 他第一次 所以我跟你讲 下次你真是有碰车 你就啥都不要想 第一步先抠保险公司 叫完保险公司之后 再叫救护车 叫那个警察 他就第一次让人家 人家说 哎呀那没事 给我们点医疗费就行了 结果我们就 碰到好几次 要给医疗费的 这里边有个小饭馆 还挺好吃的 然后第二个月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不行 因为他感觉我们好像有点钱 他说不行 说那个要给我们点那什么 补偿 雇工费 第二个月 第一次要了四万泰铢 第二次又要了四万泰铢 要完这个八万泰铢之后 等到第三个月 我们再来警局 跟他调解这个事情的时候 人家就说不行 你要给我补偿一个二十万泰铢 我说你在开玩笑 我直接给 把我们律 我直接把我们律师的那个名片给了他 我说你有事跟我们律师谈吧 律师直接上来问我 说你前面那八万你还要吗 你如果要的话 我帮你打官司要回来 然后律师说 接下来一分钱不用你讨 所以你真是碰到点啥事 第一找律师 找保险公司 找那个啥 有点那啥 这说了再给我那什么了 那是纳哥的龙皮尼 纳哥龙皮尼前面有一个小巷子 特别有意思 叫999小巷子 特别有意思 所以一般我的业主来了 不管他什么事 有事没事 我先来先给他一个律师的名片 我说你有任何问题 直接让别人去跟我们律师谈 还有好多时候他碰见我们 他就一看 哇你们有律师 然后本来有事 他也不想跟你去纠缠这个事了 因为你不可能谈判跟律师能谈赢的 泰国的加油服务 还有个人过来给你把那个车窗户给你擦了 之前我们在美国 他也是 美国加油那是得都是自助加油 可能我们去的不同的州啊 我们去那个州就一直都是自助加油 自己在那拿着油箱自己加 你看泰国这个就是服务型的小国家 人家加油的时候 人家还顺带着 帮你把车窗户给你擦了 还送你两瓶水 泰国的油价 现在反正是应该涨了点 我这是加柴油 柴油你看看 给你们磕补点小知识啊 泰国分为一二十九十五 那个蓝色叫滴走 滴走是柴油 还有85号91号95号97号 你看好车你就加97 一般车加95 反正我91也加过 然后120也加过 120为啥我加呢 当时我在那个开发商上班的时候 看那个女孩人就一直加120 他说这个便宜 但是我感觉啊 91号 我那个小白车的话 大概能跑450公里 95号能跑差不多490到500公里 97号没加过 太贵了 120我也没加过 你们可以试试 我现在这个泰鱼 他们一听就是外国人在说 但是我也不 但是他们好像还能听得懂 加油的话就是 加柴油就是低走灯堂 加95号就是高哈灯堂 灯堂是加满 送个瓶大水 加满 滴走 滴走 现在是32泰铢 一厘 它具体这个计量单位怎么算的不知道 但是反正加满是1500泰铢 300块钱 300块钱能跑 它显示是737公里 谁知道呢 大概能跑个五六 现在六七百公里吧 就还挺便宜的